记者林郑平台北报道,大S跟老公汪小菲参与的真人秀幸福三重奏,昨晚播出第七集,三对夫妻为了江洪杰将比赛,一起聚餐,做菜,为江洪杰打气,大S分别给江洪杰及扶元爱递出一串烤虾,扶元爱问他S姐,你不吃吗? 大S威威到处不吃虾的故事,让在场三位老公听完之后,疯狂拨虾喂食老婆大S说,从小到大,都是我爸帮我拨侠壳,我爸不在之后,我就不吃了 接住说妈妈曾告诫他吃虾一定要是男人帮你拨,所以我嫁给我老公之后,他如果不帮我拨我也不讲,他如果帮我拨我就吃 汪小飞坐在对面脸有点僵,镜头一转到陈建宾,立马说要给老婆讲琴琴拨虾,另外两位也加入拨虾行列 大S似乎带着机会教育,让男生们懂得怎么体贴老婆,原本都帮老公拨虾的扶元爱 看到老公联拨两只给他吃,又惊又喜,直呼明天要下雪了吗,但仍幸福的吃虾度 大S分享超有力的吃虾哲学 翻射出口TV,江洪杰,汪小飞,陈建宾听完立刻加入拨虾行列 翻射出口TV 翻射出口TV